老照片,血液治下的长沙,第三次保卫战后。 长沙,历经三千年成名,成只不别,有屈甲之乡,处汉明成,小乡诸四之称,长沙地处湖南省东部偏北,香江下游和香流盆地西远,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八月,市县分治,西长沙县城区设长沙市, 行政院同意长沙设施,是第十四个设为行政区画的市,也是第七个设施的省会,面积48.5平方公里。 1941年12月7日,日本海军骑袭美国珍珠港,同一天,日陆军二十三军开始进攻香港,为使空战香港顺利进行。 日军大本营命令驻湖南地区的十一军向湘南进攻,以牵制中国军队南援行动。 十一军司令官阿南为己接受命令后,于12月13日,发布了第三次进攻长沙的命令,削月当时指挥的军队共13个军约17万人。 1941年12月23日,日军强度新强壳,会战开始,中国再兼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总结经验,展开防御作战。 第九战区一线兵团,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,给日军相当的损耗和迟滞,带敌深入长沙预定决战地区。 中国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,连续挫败日军进攻。 同时,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,对日军进行合围,日军见势不妙,立即展开退却,我军合围部队,立即转为向敌阻击,截击,危机作战,穷追不舍,再多处与敌重大打击,扩大战国,敌狼被逃窜。 这1942年1月15日,日军退过新墙河,恢复战前态势,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役主动权,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,首次全面胜利,此役,日军遭重创。 第三次长沙会战,日军伤亡56000余人,俘虏139人,中国军队伤亡28000余人,中国军队取得辉煌胜利,这是珍珠港事变以来,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,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, 这时候日本的南方军,在百日之内,就横草盟国在亚洲所有的据点与要塞。 西方国家积极宣传此战胜利,美国记者福尔门市在报道中说,中国第三次长沙大劫,证明了两个原则,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,若能与日军相等,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。 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说,12月7日以来,同盟军唯一一决定性之胜利,谢华军之长沙大劫,就历次中日战争中的战场成果与记录而顿。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绩,应是最为辉煌的,就兵力动员的规模,以及日军死伤来看。 中国军队在长沙大劫的表现,比在台尔庄、万家岭、昆文关、上高会战所得的胜利,还更为出色,而薛月将军更是因此得到日军的长沙之虎的封号。 罗斯福在第三次长沙大劫后的第二十二天,给蒋介石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点,同时宣布再次向中国提供五亿美元的贷款。 其后,他并以他夫人的名义,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,他还通过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,授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,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具体组织者,指挥者薛月一枚美国巡长。 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,美、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,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,归还上海、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,取消领事才判权。 应该说,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汉,共欲外伍,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才换来的长沙,1942年,摄影资料,哈里森福尔曼。